就是他啦 我用海藻把它包裹住 防止它飘走 各位请看 这是佩里克 我让你们来 就需要见他 我刚出生不久的外甥 好可爱啊 毛绕人呐 佩里克还只是个宝宝 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来喂他 给他洗澡 并且教他觅食 等佩里克长大些 他就可以自己潜到水底捡红海胆吃了 实际上 我现在正要教我的小派里克学习潜泳呢 但我还得赶紧履行我的海胆任务 珍珠 不如你和谢灵通一起教派里克潜泳 我们其他人来把红海胆从海藻林里弄走吧 那真是太感激你们了 海底小松队马上执行任务 宝贝 我们是这样吃红海胆的 你试试 哦不对宝贝 那是石头 柏克队长呼叫新凌通 钱永可上得怎么样了 好 派里克找回了三块红石头 两个红贝壳和一个暴脾气的红螃蟹 但是还没找到红海胆 你们呢 花了一点时间 但我们正想办法把红海胆从海藻林里弄出去呢 好吧 那应该可以控制住他们了 至少天黑之前可以 队长 红海胆在夜间是最活跃的 太阳落山后 他们可能再回到海藻林里面 既然这样 我们最好待到晚上 大家一起轮流盯着海胆 现在你确定在上面没有问题吧 西连拓 当然了 队长 像海胆一样在星空下入眠 真是太棒了 我们手牵着手抓住海藻 所以不会 飘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镜需要您的一期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